双杰龙 Double Dragon系列最初是 黑恒举1987年推出的 横版过关阶级游戏 其实一代做的是很经典 但是由于出得太早 很多人都是比较了解二代 对一代了解的不是很多 双杰龙一代仅靠简单的 拳 脚 跳三件 创造了百万不腻的无穷乐趣 这款具有暗箭爽快成 清版动作经典阶级格斗游戏诞生了 故事内容现在看似老套 但在当年却是电影电视的 主流英雄旧门 比利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她们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直到一天 一群邪恶势力想把双龙拳 立即占为机友 绑架了比利的女朋友 双杰龙一代加入的RPG的诱色 战斗中可以升级 击中一拳可得20点 踢中一腿得15点 当经验值超过999点即可升级 招式随等级逐渐开放 游戏后面有些敌人 从墙里面破墙而出 记住一定打完敌人后 要试试破掉的墙洞 能不能进去 不然一直向前的话 会重复一些路程 造成时间和血不够而死亡 灑不够而生粉 会重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杰龙两代弥补了一代的缺点 月正成为了一款经典之作 在画面上和操作上都有了强化 关卡大幅度的变化 招式大幅度的增加 故事交代的也更加明了 双杰龙两代的主题是复仇 游戏的故事讲出了邪恶势力卷是重来 为了报复 而伤害了比利的女友 兄弟二人一怒之下捣毁了敌人的总部 游戏过程是愤怒的 游戏结局却是伤感的 这款一度拿下SC宝座的游戏作品 成为了不少玩家的童年记忆 黄发小子和红头搭档 在双杰龙的世界中所问披靡 这种充满正义之感的游戏 深受玩家的喜爱 双杰龙两招数可谓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招数的繁多也吸引了众多玩家 取消了双杰龙一代的升级系统 取而代之的双人合作模式 并添加了好友商派的双人合作模式 当角色左右转的方向不同时 但和B按键操作会相对替换 同时新增旋风腿和飞溪的两个经典技能 以及近身投掷剂居然设定了好几种 不按方向按攻击键 按上加攻击键 按下加攻击键 按另一个攻击键 双杰龙二的音乐也是经典 旋律优美而充满动物 场景气氛渲染十足 后来有一些游戏爱好者 拿吉他加电子合成重制 双杰龙三与前两款双杰龙游戏相比 在游戏操控方面 双杰龙三更是与前作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双杰龙三摒弃了前两座的技巧型打法 该以灵巧的快攻 并配合力量升级系统 使得即使面对敌人的围攻 仍可轻松击溃 并可使用双杰棍等武器 关卡只有五官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埃及 同时取消了西顶技能 新增前空翻技能 而且游戏只有一条命 前空翻又被称为抓头扔 即抓住敌人的头后扔出去 反弹踢是由飞踢演变而来 可以借用游戏中的墙反弹踢倒敌人 只要正对墙壁 连续按两下方向键 即游走便为跑 快到墙壁时按A 逼两剑跳起 然后再按踢腿攻击键 即可发招双人配合招式外 双人旋风腿也是双杰龙三的特点 只需让双人站在一起 且同时发出旋风腿即可发招 这一招对敌人的伤害特别大 三代的故事发生在两代打败影子 五十一年之后 玛丽安又失踪了 这时 神秘的老太太现身 引诱他们去找三块能量圣石 来救玛丽安 其实这老太太才是幕后黑手 是他派人绑架了玛丽安 都一把年纪了 还幻想着统治事件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黑暗公主在密室下过阻斗 少于四块圣石进入就挂 老太心急拿第四块圣石 帮我们挡枪了 出来直接化成灰 优优独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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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